大家好 欢迎来到唐诗诵词有风云 最近这段时间呢 有一档综艺节目特别的火爆 它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那么这档节目呢 是通过30位姐姐的逆龄奋斗 来展示出他们在婚姻事业方面的积极的状态 那么不论处在人生的任何的阶段 他们都能勇敢的面对乘风破浪 那么这档节目呢 从一开播 收视就是相当的火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就要言归正传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在宋代的一位乘风破浪的姐姐 她是谁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名字 她就是被称为婉约派一代辞宗的才女李清照 那么为什么说她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呢 有她这首《瑜伽傲为证》 天接云涛 连小雾 星河欲转 千帆五 仿佛梦魂归地锁 闻天语 殷勤问我 归何处 我报路长 接日暮 学诗漫有 惊人俱 九万里风 彭正举 风修柱 彭州吹曲 三山去 这首《瑜伽傲》想必很多人都能背起来 尤其是那句九万里风 彭正举 更是成为了励志的名句 那么这首词创作的地点在哪呢 告诉你 就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那么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李清照一个弱女子 为什么要到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去乘风破浪呢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一一道来 我们都知道李清照是写婉约词的高手 他的何修走 以门回首 却怕青梅秀 他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的这种灵动和婉约 那么赋予李清照这份生命灵感的呢 正是他和赵明成的爱情 赵明成偏好金石碑铁 李清照呢 则是文采斐然 那么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抗力相得 心意相通 而他们的婚姻生活呢 也是别有色彩 李清照啊 博文强继 据说啊 他们每一次晚饭之后呢 李清照都会和他的丈夫赵明成 沏上一杯香茶 然后呢 两个人就家中的文史典籍 随便抛出一个题目 看谁先说出答案 在哪一本书 哪一卷 甚至细化到哪一行上 谁才能喝上这一口茶 你看 这样的眷侣算不算是神仙眷侣啊 然而这份宁静的幸福呢 却被金兵南下的马蹄扣得粉碎 进康之难后 北宋灭亡 康王赵构匆匆的在建康继位 视为南宋 那么赵明成 李清照生活的山东呢 正好是沦陷区 所以说呢 他们夫妻二人 就和所有的北人一样 被迫难度 那么就在这期间 新朝廷任命赵明成为胡州的支州 由于时间非常紧 赵明成都没有来得及带上李清照 就匆匆的复任去了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想到 他们这一别竟会阴阳两个 那么就在赵明成启程复任不久呢 李清照接到了赵明成的来信 信中说啊 他中暑染病了 恐怕大陷将至 李清照接到信之后呢 匆匆的赶到了赵明成的认所 然而最终呢 还是没有留住这位相敬如宾 亦夫亦友的亲密爱人 在伤势之痛中呢 李清照以泪洗面 而随之而来的打击呢 更让这位太守一双感到寒冷 就在赵明成死后不久 有人造谣说赵明成曾经和金人暗通款取 送给过金人一个金湖 那么这个谣言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边 刚刚死去不久的赵明成就落了个投敌叛国的嫌疑 那么为了洗清九泉之下丈夫的不白之冤 李清照以自己的柔弱之躯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奔走 由于金兵南下的马蹄不断的狂追 那么宋高宗呢和一群文武大臣如丧家之犬不断的变换着形在 而就在金兵的马蹄在腾踏黄尘的时候呢 李清照的秀儒上也沾满了沉露和汗水 那么当可怜的宋高宗被金兵一路狂追到海上 李清照也不得不两次故传出海 在历经两年多的奔波之后 这个弱女子终于在杭州通过一个在朝廷任职的官员朋友的帮助 使丈夫的不白之冤得到招选 天接云涛连小物 星河欲转千帆五 仿佛梦魂归地所 闻天雨 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接日暮 学诗漫有惊人聚 九万里风彭正举 风修柱 彭州吹曲 三山去 这首《瑜伽傲》正是创作为李清照两次出海之间 迎着狂涛巨浪呢 李清照艰难地靠在船头 但是呢 他却始终目光如炬 乘风破浪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如果说不辞劳苦的深渊之路 让我们见证了李清照的情深意度 那么接下来续写丈夫赵明成 未完成的金石录 则更让我们对李清照肃然起敬 当这位弱女子 偶心立血最终完成这部厚达三十卷的金石录 我们看到 情笔金尖的李清照 乘风破浪的李清照 已经用一部厚重的传世之作 将他们的爱情 化成了永恒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 唐诗词有风云 我们下期再见